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灣黑白講 今天除了有我 吉拉德 還有老拍檔 大家好 我是魯溫 今天就是我們兩個 從今天開始 我們這個節目由30分鐘改為20分鐘 不用大家每次那麼長那麼悶 聽成30分鐘 輕鬆20分鐘 過癮 也可以多一點了解台灣的東西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大家都有很多人問的 而且真的很重要 也有很多人想知道的 就是找屋 找屋其實分兩個 一種就叫做租屋 一種就叫做買屋 正常來說來台灣多數是先租屋 當然也有很多香港朋友很有錢的 一來到就先買幾間 例外 普遍都是先租屋的 了解了情況才進一步 當然買屋我們稍後也會再說 因為我們也有租屋買屋的經驗 可以各樣東西分享 先說租屋 因為普遍都是來租屋的 還有我們之前那幾集都說過 其實來台灣多了 最好是租屋住一下 我都建議先 因為很多地區 每個地區的差異都很大 每個生活機能方面都很不同 我都建議你先找一個你覺得不錯的地方 租屋的地方來觀察一下 租屋一兩年沒有數 還有就算我自己的經驗 我上一間屋 其實我重返台灣 租屋過兩次 第一次就是租屋一來到不久 那間屋是有些東西的 說真的如果你不知道 你買了就知道很頭癢 台灣要換樓不是那麼容易 你賣出很難搞 所以有些東西 或者遲些有機會再分享 那段片段其實可以放在靈異節目那裏 你們大家明白 但我都住了兩年多 跟他都相安無時 總之就是有些東西 今天不是主題說靈異節目 將來開新節目再說吧 或者說一下靈異事情 先說找屋 其實來租屋當然要先找屋 找屋之前還有一樣要做的 就是最大的決定 就是你選哪裏住 台灣很大的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甚至乎有些住在台東 花蓮都會有 那麼多個地方 你選哪裏住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也大概有講過一下 每個城市的東西 我們今天就不講這件事了 自己去選擇喜歡哪裏 縮小的範圍 一個市其實都一樣不小 都分很多區 哪裏哪裏哪裏呢 其實我們也有試過講過兩集 三集 一次就講台北 一次就講桃園 一次就講台中 台南還沒講過 沒找到台南專家上來講 我們免得一直狗吹 上次是否提到當地的好玩 找東西吃的地方 台南好像有提過 只要你去過都可以分享 在地住那些 其實台南朋友我們很多 不過就想找一個香港人講 大家親切一點 如果真的找不到 才找妥安 其實我們都分享過 除了區之外 這些你自己要決定 住哪裏 因為很多群組友很喜歡問一個問題 一上到群組就問 我想著遲些去台中住 或者想著遲些去新北住 哪裏好啊 其實這些問題 都頗難回答 等於我一個台灣朋友現在去香港住了 我想著下個月會移民香港 那我去香港住哪裏好啊 山頂啦 跑馬地啊 見到啊 或者什麼 現在很流行 什麼長洲 搭營的 路營的 所以你說怎麼回答呢 每個人的需求不同的 其實真的 可以花很多錢的 或者可以節儉一點的 每個區的物價又不同 每個區的特色又不同 氣候又不同 很難啊 你喜歡豪宅區的 就選豪宅區 你喜歡熱鬧一點的 就選市中心一點的 你喜歡清淨一點的 就選郊區的 其實是沒有定什麼叫好 有些人不喜歡開車的 可能就近一些公共大眾運輸的地方 就是機鐵站 或者巴士站 很不同 所以你說哪區好呢 說真的 我從來都不會回答的 因為我不懂回答你 不是說串或什麼 什麼叫邊區好 你想怎樣的 你寫完你的要求 因為你是這樣 我現在想要怎樣怎樣 我的老人家 我的小孩 或者我要什麼什麼 大概才能回答你 你就這樣一個邊區好 有些人也不理什麼住的 可能他覺得 有些區可能升值快 有機會升值 可能他也覺得很好的 雖然台灣現在想升值都不容易 也有些少許跌 還未跌 還未跌 因為台灣樓價也不是瘋子 所以很難會大跌 也不是很多人很等錢花 但未跌這個現象是 現在已經很普遍 因為經濟又沒問題 也沒有人承接 還有長遠來說 其實都是會跌的 最主要 因為人口下跌 一個在減少人口的地方 那個地方的樓價哪有得升 香港之所以會升到很大跌 因為人口不斷增加 這個才是最主要原因 需求大了 自然樓價就升了 但台灣不是 下跌 除非他有一天突然宣佈大陸人可以 來台灣買樓 申請移民的 可能會有可能會升 可能 這個事情就不知道 總之目前看到人口是下跌的 其實我不是說樓市 今天是說穩屋 說到穩屋 那個穩屋其實應該是 怎麼穩呢 來到之後 來到之後 我分享一下自己個人經驗 其實我剛剛來到台灣 二十多年前 其實那時候 我那時候想法就是 其實我主要是讀書 其實最關鍵的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讀書是固定的 在台北 橋大 那導完一年之後我就分法 其實我分法之前 我就已經 開始想找個地方 讀書或者居住 不錯的 我就利用未分法之前 每個地方都走走走走 和你一起 譬如順便找一下學校的環境 了解一下 看看女生漂亮不漂亮 那不是 那些是其次 讀書比較重要的 那時候比較單純 一開始就是北部幾間大學 可能附近都到處走走走看 例如生活機能 飲飲食食 交通各方面 台北看完之後就去台中 台中再看看建設環境 居住環境 然後又到高雄 台南 一路下去比較一下 我記得高雄 中山大我跟他一起去的 是嗎 中山大我跟他一起去的 中山大我跟他很浪漫 很漂亮的 西智灣 很漂亮的 海邊來的 唯一對海邊的學校很棒 最後我來到台中之後 看對的那一間學校很棒 整個環境是一個大花園 大草坪那些地方 那時候號稱是全台灣面積最大的學校 不是最漂亮嗎 都算是最漂亮的 在半山腰上面的 挺漂亮的 當然看了學校環境也很棒 拖下宿舍也很棒 加上周邊也有居民住 都很容易罵的 那裡有個小夜市 其實在台中算是第三第四大夜市 應該算是屬於 當年那個 當年 學校住的那個 是呀 開完餅也不記得 東海的別墅 東海 再加上又怎樣 因為當時台中的氣候是非常一流 補充一句 當年是否有逢甲夜市 沒有逢甲夜市 沒有夜市 我不是很印象深刻 那裡有得去唱K 有什麼都玩的 沒有那麼熱鬧的 我記得那時候 但是東海那邊已經有形成了一條街 東海就非常熱鬧 一條街 一條街的 夜市 尤其是最主要一個考慮點就是 氣候好 在台中 我當時就決定了找台中 還有去讀這間學校 因為台中的好處就是 中部 去台北又近 去南部又近 即是 交通是屬於中間 在台灣 還有氣候是 我覺得是 冬暖下涼的 其實 不像台北 冬天又濕又冷 那台北也是熱到爆 南部就是 熱天熱到出汁 好像火爐一樣 冬天沒那麼熱 沒那麼冷 當然 但我也很怕熱 其實 以及南部的氣息 跟中部和北部不同 比較偏少少 對我來說 那我就選了中部 當時當然是住學校附近 就是剛剛可以搬出來住的時候 就算畢業之後 我也是選學校周邊 因為比較熟悉 還有 其實住學校有個好處 就是 因為他們是學生區 飲食 很便宜 什麼都便宜一點 總是便宜一點 例如你弄個眼鏡 買個麵包 都便宜過外面很多 很多筍物品 我也建議 例如有些剛剛來的香港人 例如 你可以去觀察 例如這個地區的環境 你也可以找一些學校 學生地區 住一下 我會覺得有好處 第一可以省錢 又可以和學生 說不定可以交流一下 對不對 自然你可以去那區 慢慢熟悉之後 你就會知道 附近是不是還有些區好一點 你就可以慢慢去了解 我現在也是住 其實 都離學校不是太遠 說真的 都是那個附近 沒有多遠 我連公司都在那個附近 現在 變成一個地緣關係 熟了之後就是這樣 我的經驗是這樣 我也是住附近 你很久都在附近 一直黏著學校 不太遠 其實黏著學校的好處 例如星期六日 你有小朋友也好 有老人家也好 大家在學校裏 又可以自由出入 外來的人都可以進來 其實不是開車 就是走進來 這麼漂亮的一個大花園 山步 又有很多運動設施 打籃球 跑步也行 我覺得很棒 不過最近我都不想開車進去學校 為什麼 很難找車位 我發覺 現在很多人進去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 停車都停不到 有時候帶一些群組友 前兩年都會吃雪糕 很開心 喝奶 喝奶 很開心 但竟然是沒有位停車 暖停 現在是比較旺 對很多 因為其實你在台中 有好台灣 其他地方 未必找到類似 這麼完整的地方 因為我們學校 所謂的校友 可以開車進去 其實每年都有一批 校友 所以越來越多人 我想就是這樣 近兩年 我覺得已經不能負航 沒有位置 那你不開車 你坐巴士也可以 巴士可以直接進去 對 挺不錯的 進去可以玩 又可以各樣 我覺得可以 這個就是老溫經驗 這是他當年的 針對我找學校 就住學校附近範圍 開始再去搜索其他區域 這樣 取學校區之後 其實還要看你們有什麼 需求 例如我想很熱鬧些 甚至乎我喜歡夜市 我喜歡天天去吃夜市 那你就找夜市附近 夜市附近 對 你可能來上班 或者怎樣 可能要接近你工作地點 創業也是 你來做生意的 那你的店鋪在哪裏 你其實 住附近 雖然你可能說 我在香港乘車上班 都一整個小時 沒什麼所謂 不過來到台灣 好像有人不太喜歡 他們30分鐘之內 已經是極限 我發現他們上班 所以 我不知道 雖然我以前住西環 在荔枝角上班 都要整個小時 這個交通時間 我們真的沒什麼 但來到這裡 就不想這麼煩 這麼浪費的時間 是啊 我十分鐘之內 還能走到去開工 所以我現在做事 就網路 如果做電視 就上台北 這個沒辦法 但基本上 我現在主要工作 都是在家 所以我 就不需要特別遷就 如果你們的店鋪 在哪裏 我們最好遷就回來 公司 不要那麼遠 不過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找屋 好像是找街招 我們那時候是找街招 有什麼都會有的 有真有假的 很多人可能是假的 那不應該是想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很多人可能是假的 譬如有十間八間屋 就找最美的景觀 來拍攝 但其實 你可以租或者去買的位置 未必那麼好的 都是要實際去看好些 譬如你上網買東西 其他東西就說 有什麼讚數 或者優 劣 很多評分 你買東西都會選 九十幾個百分比 好的 反正屋子沒有這些 因為一生人 你幾百間屋 等著賣 有多少人給你一個讚 你可能只有一間屋 賣 那你是不會有這些 好不好評語 所以你上網很博忌 都是要實際去看的 我覺得上網是只能作參考 或者聯絡 問問 其實現在很多所謂仲介 都已經上網 他根本就是做 仲介就是地產經紀 香港人說 就是地產經紀自己 訂上網 你聯絡了 其實一樣是地產 那何不直接去找地產 不過現在好像 台灣最流行的一個網站 可以找租屋 找樓買樓 都很方便 其實都好幾個 大概都知道 不過有一個最出名 591 大家都會上去看 但最近都要注意 不是最近 這幾年都是 很多那些 其實不是房東 很多是仲介 鋪一些東西上去 所以你最後聯絡 變成是一個仲介 你都要問清楚 當然也有些業主自己放的 但我有朋友的經驗 放樓那個 放租 最遲才放591 為什麼 他會先放大廈 樓下 找到自己 找到附近 熟悉的人 然後才會找仲介 最後才放591 我們都有這樣的業主朋友 所以找房子 其實可以直至入大廈民 管理處 運管理處 運管理員 有沒有房租之類 或者直接看告示板 是的 他們本身住戶 可以貼的 大廈的告示板 或者社區的告示板 有些人會貼在那裡 那又省了一些仲介費 省了一個月租 那些 理論上是這樣 其實我也建議 就算你自己聯絡到業主 其實也建議 因為大家不熟悉 那些事情 都是找回地產經紀 幫你跟隨文件好些 因為他會幫你檢查 是不是業主 簽約 收訂 各樣的事情 有條牟利拿著鑰匙 他未必是業主 可能是騙你的 可能他是租客 有的 他都可以騙你簽份 給他所有的錢 最後他不是業主 那就糟糕 所以建議 最初都是找仲介幫忙 安全一點 就算自己找到屋 都是找回仲介幫你跟隨一些東西 當然你給錢 但是給得比較安心 還有可以談的 其實那些勇 如果只是叫他跟隨文件 那樣 我一定收一些勇會低一點 因為他不用帶你看幾十間屋 那些勇是可以談的 是的 起碼他幫你檢查 那間屋是不是業主 雖然說可以去那個 土地什麼東西 我都去查過 去查地政處 土地 那些什麼藤本 我都哭了 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很難記 總之去查是否業主 還有用途 那些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 球場被人掩盪之後 我經常走這些地方 已經是專家 不過已經幾年了 所以不要記得那些名字 是地政事務所 類似的名字 所以是 你自己去查其實也很煩 就算你查出來 你都不同 你懂得看 十面都寫很多東西 什麼 什麼號 什麼 還有政府寫的地段 和你真的地址有些不同 是的 所以呢 我們是不懂得看的 真的要查清楚 所以找專業人士去跟一跟 那你說那些縱界都不知道好不好 所以就找一些大公司 那些比較大規模的職業 其實大公司應該給絕對沒問題 找他的員工幫忙 那些員工做一些透計的 大公司 他們還幫你做 做租約 也是公平的租約 你又不用 被業主騙你 所以是穩陣一點 雖然是要給點錢 其實反過來 在香港租屋 你都找地產經紀幫你搞的 那些事情 很少自己拿去 律師樓又簽 那樣很煩 不會自己拿去 什麼打來印 你不會的 給錢人賺 還有租約簽完之後 還可以去公正 法院那裡公正 那樣事情應該 在縱界都可以幫忙 反正給錢 類似的事情 那你就安心 什麼都做完 這個是初步 找屋要注意的途徑 還有一些其實仔細一點 還有你找的樓 還有很多東西 有哪幾種類型的樓 有些是平房 別墅 還是大樓 這集應該說不完 這集說不完 就留下一集 這集最主要是說 你先選什麼區 你的需求 然後找好區 最好自己走走 走走問管理員 或者看看街招 哪裏出租 可以問一下 問完之後 最好找到地產經紀 幫你加一間 一起看一間房子 幫你做租約 或者幫你公正賣 幫你檢查所有的東西 就會安心一點 雖然給他一些錢賺一下 正常來說 就算是他幫你找房子 也要一個月租金 其實台灣租金又不貴 萬來二萬元 其實給人賺錢 幫你安心的東西 都沒所謂 當我認識老溫說 還可以講假 可以講假 看情況 看你自己認為 今集差不多了 不如這集還沒說完 仔細一點下一集 下一集繼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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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